准备几个干香菇 加入温水先把它泡发一下 白菜搬几片叶子下来就可以了 一锅白菜吃不完 直接切成大块就可以了 准备一块豆腐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改成这样子三角形就可以了 这一来还准备了一点乳把它切成薄片 这个乳只要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两都够了 有个乳的味道好吃一点 最好是选择五花乳 平底锅里放入少许油 然后下入这个豆腐煎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把它煎至两面金黄金黄的 豆腐一面煎好 过后给它翻上一面 我儿子的小伙伴找他玩的 可是没找到人 你在小伙伴里面还能拿 好 今天等着他 他在那儿就回来 煎至两面金黄后 先取出来避孕 把锅烧热后下入一点猪油 因为今天这个乳比较瘦 然后下入切好的乳片 快速的给它炒散 加一点姜葱 干香菇 下入白菜一起炒一下 白菜用猪油炒一下 吃起来很香很香的哈 然后加入水 把豆腐也放进去 调味盐巴 白糖 耗子油 胡椒粉 把它转入沙菇中 烧开后把盖子给它盖起来 转最小火炖六分钟就可以了 关火直接上桌就可以吃了哈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集成 这道菜用砂锅装保温效果非常的好哈 冬天时越吃越热火 香菇豆腐 白菜 这个最后还剩我来给大家赏一下哈 高压锅里面还有一个菜没有弄好 七不成饭 嗯好鲜哦 这个白菜入口的时候啊 是非常的鲜美 而这个豆腐熬下去的话 里面很多汤汁也是非常的安逸 这道菜非常的适合秋冬这个季节 喜欢吃辣椒的会搞一个辣椒的淡水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